好了,我们去拜访上海的学校吧 这些学生有美术课 比如做淘气和画画 学生们在临摹这幅螃蟹画 你看,他们多认真啊 这个老师在教中国戏剧 学生们学习京剧脸谱 红色和紫色的脸谱是好人 黄色和绿色的是坏人 学生们学习怎么制造机器人和其他的机械设备 这些学生在用电脑学习 这些在安静地看书 这些学生在数学课上学习对称性 在这个班,他们学习中文 学生们每天都做眼睛保健操 还有冥想 这些保健操都可以帮助学生们放松和专心地上课 老师进课堂的时候,学生们都站起来鞠躬 有问题的,他们就举手 黑板上有很多的信息 还有美丽的图画 黑板上有实物金字塔 在走廊里,公告板上有重要的信息 比如说是学生的优秀品 还有一些标志是关于学生们的行为 或者是学校的纪律 每个班都有班长 这个女孩子是大队长 她穿一个特别的背心 带着三条杠的标志 上海的学校就和其他地方的学校一样 充满了欢乐的学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